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地藏经萧业障原理 很少人知道 地藏菩萨本愿经 又称地藏本愿经 地藏本行经 地藏本实力经 周瑜大正藏第十三册 地藏经是一部记载着万物众生其生 老 病 死的过程 即如何让自己改变命运的方法 并能抄拔过去世的冤亲债主 另其解脱的因果经 地藏经融合了地藏王菩萨的大悲愿 和诸福菩萨的见证 最可贵的是 整部经皆以白话文来叙述 佛陀深入浅出的慈悲开始 对于深究佛法的修行者 可以印证因缘果报的不可思议 在所有经典之中 教理浅显易懂 又不需他人来传授的 唯有此部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 释迦牟尼佛讲赞叹瞻理地藏菩萨行 得七种利益 若现在未来 天龙鬼神 闻地藏明 理地藏行 或闻地藏本愿事行 赞叹瞻理 的七种利益 一者 速超圣地 二者 恶业消灭 三者 诸佛护灵 四者 菩提不退 五者 增长本力 六者 宿命皆通 七者 毕竟成佛 念地藏经得二十八种利益 若未来是 有善男子善女人 见地藏形象 吉文刺经 乃至读诵 香滑饮食 依附珍宝 不失公养 赞叹瞻理 的二十八种利益 一者 天龙护念 二者 善果日增 三者 吉圣上阴 四者 菩提不退 五者 衣食丰足 六者 吉义不灵 七者 离水火灾 八者 无道贼恶 九者 人见清净 十者 神鬼助持 十一者 女转男身 十二者 为 王臣女 十三者 端正相好 十四者 多生天上 十五者 或为帝王 十六者 素质命通 十七者 有求皆从 十八者 眷属欢恶 十九者 诸恒消灭 二十者 夜道永除 二十一者 去处尽通 二十二者 夜蒙安恶 二十三者 先王离苦 二十四者 素负受生 二十五 诸圣赞叹 二十六者 聪明立根 二十七者 饶慈敏心 二十八者 毕竟成佛 人的修行 以消除业障 忏悔恶业为始 之后 方能无碍地修行 原亲债主的纠缠 是阴阳皆苦的果报 遇事不好 事业不顺 夫妻不合 子女不孝 睡觉做噩梦 疑难怪病 甚至常见病 以至于修行的诸多障碍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皆因为冤亲债主 得不到超拔 而欲所债所引起 地藏菩萨以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的愿力 救度苦难众生 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 不仅消灾免难 吉祥如意 更有许多不可思议功德 地藏经字字句句 饱含大慈大悲 每段每章 论述三世因果 能受持读诵地藏经 所得功德无量无边 哪怕仅仅读诵经文里面的遗迹 也是功德无量无边 所以分次读诵地藏经 是可行的 但是每次读完都必须回向 而不是全文读完才可以回向 每念一遍 自然会有一遍的功德 自然会消除一部分业障 让我们的命运少一份障碍 这就够了 只要我们今生一直修行 必能离苦得乐 脱离六道 也就永离恶道了 初学者不知道回向的功德 岂是回向文本身 就是佛法的大义 同样是具足菩提心 大慈大悲六度万行的 只要自己仔细分析 每一句话的含义 就很明了 读经诗打哈欠 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由于读诵时间太长 是脸部肌肉出现疲劳而产生 习惯了就好 至于梦境 我们不宜过多关注 只要是好梦 说明自己善根确实在增长 而如果做噩梦 表明自己还得继续努力 因众生夜报大小不同 所以读读读地藏经 各有各的感应 重点是要能与地藏菩萨的心相应 虔诚心读读 多读 我们的业障如有形体 尽虚空便法界不能容纳 太多了 想一下 每一天我们为自己的念头 有多少 帮助众生的念头有多少 无量节以来 我们所做的恶 是无法容量的 因此 即使一辈子念经 也不可能消尽业障 但每念一遍 自然会有一遍的功德 自然会消除一部分业障 让我们的命运少一份障碍 这就够了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十方三是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 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